海川把护国寺的事情跟众位师兄都说了 老侠虞成就问 海川哪 我问问你 什么事老哥跟您说吧 老人家密封岭传义赠件 送给你这么好的一口宝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呀 你说出来我们就不要你的 大家伙也跟着你一块高兴啊 嘿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说呀 哎呀 老哥哥 您错回忆了 您千万别挑眼 师伯说了 我同龄建招不熟 千万不要告诉众位兄长 连王爷我可都没说呀 总而言之 我得把剑书练熟了 这些日子在北京 我不敢书神大义 也不敢浪费光阴 现在总算把这口剑 剑法练熟点了 今天哥哥们问到了 小弟才把这件事说了 说完之后又打妖中抽出这口宝剑 望尚一地 众位哥哥请看看 这口秋风落叶扫 大家伙挨着个儿的看 最后北霞秋田过来了 海川哪 你把宝剑收起来吧 海川宝剑入窍围在腰间 哥哥 您是不是有话说呀 海川哪 当初我恩师送给我露露宝剑的时候 曾经提过这口宝剑 师祖有两口宝剑 一口宝剑就是你这口秋风落叶扫 另一口就是哥哥我带这口露露宝剑 不瞒你说呀 大师伯喜欢秋风落叶扫 所以这口宝剑让大师伯要去了 露露大宝剑呢 本来应该交给二师伯 可是我师父啊 跟二师伯感情最好 我师父喜欢这口宝剑 这么着宝剑从二师伯手里 就到了我师父手中了 师父送给我不少年了 不然的话 这口宝剑也应该是你的呀 露露宝剑秋风落叶扫 就都会落在你同龄之手 哥哥 您瞧您说的 这口宝剑跟随这么多年了 都跟着您啊 您用的这么好 这不是好事吗 大家伙都给海川道喜 然后又说起杭州的事 老没见了 大家谈笑风声 这话可太多了 一直说到掌声当 然后摆上酒宴 分成两张桌子吃饭 吃完饭坐着又喝茶 又聊天 这时候 这时候大师烂可就下了惊了 天骄出谷了 于老侠说怎么办 别聊了 咱们岁数都不小了 可该歇着了 大家伙全都点了头了 让徒弟们摆上椅子 正当中一张八仙桌子 八仙桌的正后 就是正位啊 坐的是西方侠 渔城渔洞海 上锤手是北侠秋田 下锤手是南侠司马空 北侠的肩下 就是老侠侯庭 南侠的肩下 是二爷侯杰 二爷肩下是张子美 侯老侠肩下 是苗泽苗润雨 再往下就是李源跟桐林 徒弟们 小门弟子都走了 睡觉去了 隔审门 给关好了 童林把灯吹灭了 众位侠客爷们 盘击打坐 闭目屯舌 舌顶上额 眼观鼻鼻关口 口问息 把气须调匀了 迷迷糊糊的 这侠客爷们 就算睡着了 稍微这么一迷糊 邦邦 唐唐 邦邦 唐唐 天交二骨了 突然间院子里 有一静带风的声音 轻啊 有一个人落在院中 就如同四两棉花落地 棉花落地能有声吗 标局之内有人来了 就这么一点点的声音 西方侠余城最警觉 他就听见了 心说 来了夜行人了 既然是轻轻落在院中 绝不是自己人 要是自己人就该说话了 不然的话 夜间突然落在院内 发生误会和怎么办呢 老侠余城侧耳静听 这个人就直接奔了客厅了 上了台阶 老侠再一看 唰 有亮光 哦 夜行人亮出冰人来 这个人还真是行家里手 用手扶了扶格扇门 他知道了 这门可没插上 他用手一拖着门带 把格扇门开了 矮心心望里走 西方侠余城跟众伟侠可爷全都看清楚了 呦 这不是云霞道士杜清风吗 这时候杜清风已然把长道袍脱了 在身上围着 背插剑鞘 右手攥着宝剑 干什么来了 前边咱们说到杜清风在护国寺 跟童林动手 童林抛月亮剑 剑一砍 使的是刀的招数 把杜清风的道观给笑了 杜清风躲开了 随便躲开了 他可没走 他眼瞧着海川拿着兵刃走了 杜清风急了 赶紧让徒弟派喇叭跟着 然后杜清风把道观捡起来 马宝山一响 哎呦 师父这血流的还真不少 连也轻了 师父 嘿 小儿童林 小儿童林哪 我杜清风这么大岁数 就这几根头发 挽了个发交 让你给削了 这道观一掉 我是飞僧飞道啊 多寒碜哪 无良佛善哉善哉 要有人问道爷 您是老道 怎么改成和尚了 老道改和尚可是骂人的话呀 不得呀 叫善人何以为人呢 师父 马宝山只能过来给师父磕头吧 不良佛 闪哉 起来起来吧 你呀 真糊涂 叫威师说你什么好 马宝山站起来了 马宝山也纳闷啊 这童林是明明不敌师父啊 怎么师父倒输了 师父 您的本事赢童林不费劲啊 不 哎 也真怪呀 你没瞧 童林把月扔了 拿出宝剑里 不识宝剑的招 拿宝剑当刀使砍我呀 威师就这么一犹豫 他的手法也太快了 躲躲不及了 才让他消去倒灌 哎呦 这也是威师的晦气 就在这时候跑归小喇嘛 跟马宝山说 拉宝爷 焦二爷请您跟老先长进屋说话 师父 请吧 师徒两个人赶紧来到焦丘华的屋中 老道长一看焦丘华 身体虚弱 老先长眼泪掉下来了 小喇嘛心说 也不知道是枯涂里的 还是枯他这几根头发呢 焦二爷眼泪下来了 师父 您放心 我快好了 我是让同龄给打了 可我跟您说清楚了 不能管人家同龄呢 是徒弟我的不对 您瞧 我哥哥非给我报仇不可 我不让他报仇他 偏怎么办 您瞧 现在仇也没报了 师父 您也遭此惨败 我心里真难过 师父 您说您这脑袋可怎么办呢 哎哟 我疼啊 马宝帅一看赶紧治吧 师父疼得这哆嗦 让小喇嘛 端了一盆干净水 把师父的伤口洗洗 然后拿了最好的金疮药 给师父抹上 哎 等了一会儿 杜清风的疼是止住的 可头发望下一披萨 是非僧非俗啊 真难看 哎 托儿啊 为师父是无法见人的 乌梁婆 善哉善哉 马宝善想不出什么招来 哎呀 师父 干脆啊 你以后就戴帽子 什么 大热的天让我戴帽子 那我哪儿受得了啊 还是焦二爷想出一办法来 师父 这么办 您把您的道罐上抹点焦 粘在您脑瓜底上 再把您的短发的发烧上 也粘上点焦 往上一收 粘在这道罐的周围 哎哟 多难看 那可没办法 师父 您把这头发周围用墨给抹黑了 我看呢 也就只有这么将就凑合了 哎 无量佛也就只好如此了 就这样 把这道罐跟头发给沾上抹了点墨 一会儿的工夫 杜清风打发监视同林的小喇嘛回来了 老船长 同林回到家中带着他的拔个徒弟直接奔大石烂双龙标局去了 听说江南来了不少英雄侠义都在那标局呢 还说这些人可能留在北京暂时不走了 哼 无量佛此仇必报 焦二爷一听 师父 您报什么仇啊 剑枭道观之仇 小畜生同林小小年纪把山人治得如此狼狈 嘿嘿 我这么大岁数怎么能出去见朋友啊 这仇烟能不报啊 师父 我还得跟您说 海川确实是正人君子可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侠客爷 他奉命下江南 捉拿盗宝之贼请回国宝 北高峰献衣贺号 咱们都是练武的 武林之中出了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 咱们都应该捧他呀 同林给咱们武林争光露脸哪 再说 同林是皇上四儿子背了府中的教师爷呀 师父 官司两面 咱们斗不过人家 就不应该跟人家为仇作对了 再说这点事也算不了什么大事 焦二爷哪知道啊 杜清风是剑山蓬莱岛的人是保英王傅宝臣的 英王傅宝臣带着他手底下这些侠客 这些剑客 就是为了要跟康西皇上夺这万里江山 马宝臣 马宝臣不知道 焦丘华也不知道 杜清风 官司两面都要治同林 嘿 身仇大恨不能不报 你们哥俩就不用惯了 杜清风 养精蓄锐 耗到晚上 把保健带好了 道袍拖下来往身上一围 抬颗不抬腿 不发绑 不发肘 周身自然了 然后有打护国四处来 越城墙过护城河 一直就搬了南城了 功夫不大 到了大石烂了 飞身行 上了铺面房 一直往东来到双龙标局分号的西墙 越墙而过 往各处一看 就来到正院的南客厅 他看见了 客厅里头有人坐着睡觉 杜清风一飘身 尤打房上望下一路 离地四十远 腰里一叠劲 唰 一个多年往地上一站 真是跟棉花落地一样 一点声音都没有 然后轻轻拉出保健 一扶着隔扇门 门没插着 他才把隔扇门推开 杜清风仔细关墙 老侠和爷们全都瞧杜清风 心说标局里有人行刺 他奔谁下手 老侠于成瞧着瞧着 他就瞧着杜清风的眼神奔了铜林铜海川了 两只眼睛盯住铜林不动 哦 西方下于成心说本门海川来的 这是海川代代的贼 这个老大的头发一半白一半黑 西方下于成爱铜林 恐怕铜林睡着了没醒 遭到老刀的暗算 老侠于成心说我逗逗这老刀 跟他客气客气 哈哈 吓杜清风一跳 道爷 才来呀 哎哟 杜清风心说人家发现了 撑了一下 跳到院中 老侠于成 右手一拖胡须 左手一踢长衫 飞身形 撑了一下 尤打南客厅里就跟出来了 海川撑 一下也出来了 撑撑撑 南侠司马空 北侠秋天 镇东侠侯廷 二爷侯杰 连铁张李渊 带苗泽苗瑞 以各自量兵的 全都出来了 跑得最快的 四位侠客爷 南侠司马空 手持巨缺宝剑 北侠秋天 手持鹿鹿大宝剑 邓东侠侯廷 手持龙渊剑 再加上海川的秋风 落叶扫 四口宝剑 啪 如同四条金龙 就把杜清风团团围住 海川气坏了 杜清风 你跑不了了 众位老侠 有不认识的 才知道这人叫杜清风 哦 云侠道士 于成是真急了 你这个老杂毛 我批了你 云侠道士杜清风 能力好 要是单对单 他是真不在乎 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位 可现在不行啊 他们人太多呀 杜清风心说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我走吧 他顺着脚门望东来 穿过战道 又奔了南了 老个儿几个全都出来了 西方下渔成知道杜清风的功夫可了不起 他跑在最前面 是紧对不放 后边群下 蹭蹭蹭往前追 越国一排放 两排放 一直到后院 后院里放着飙车呢 栓标的舵子 这空场大吉了 杜清风望南走到后院 这老哥几个顺着战道 也追下来了 海川 这时候就跑在最前边了 猛然间 尤打东方之上 身轻如燕 非也相似吓了一个人 杜清风跑得这么快 愣没躲开 这位老侠可爷 手里拿着一个兵人 就罩到杜清风的软肋上 砰 就给杜清风点了穴了 杜清风正张了嘴 手里拿着宝剑 被点了穴了 跑也跑不了 钻着宝剑 睁着大嘴 不能喘气 好家伙 一会儿的功夫 这脑袋就憋死了 这位侠可爷 站在老道杜清风的旁边 海川看见了 一位出家的老道长 矮身材双肩暴龙 岁数太大了 有点马风腰了 身上穿着古铜色的道袍 掐着鹅黄色的口 腰中系着水火丝掏 坐了一下 配着一口宝剑 老爷子这么大岁数 面色十分红润 红中透粉 粉中透润 面色三秋古月 红粉相间 一脸的宝剑 老人家 皱纹怼蕾 心风道骨 两道残眉 挟飞入病之肉 天仓 这瘦毫都涨到唇边了 比西方下 鱼城鱼洞海的岁数还大 这位老仙长 微抬眼俭 二毛子 朔瘦放光 放出金光来 好似两盏金灯 鼻如玉柱 唇死丹霞大耳 相衬 联斌落塞 一步 银染 善满 前胸 根根滋润 也搭着老人家个儿矮呀 这胡子都快拖地了 顶都泄霉了 白发苍苍 阳墓 道观 竹簪别顶 背插 扶尘 老仙长望着一战士 风采可爱 一看 就知道是一位武林界的老前辈 一位老仙长 统领看清楚了 这位老仙家右手拿的正是 老筛海爷丢的那支点穴绝 嘿 是这老爷的拿走了 这时候就看老仙长举着这支点穴绝 用左手一指 无量佛 窦清风 你晚发围到身在三清实在可恨 护国寺同龄抛月亮剑 留了你一条命 他既然能消去你的道观 宝剑如果再往下使一点劲 焉有你的命在呀 啊 你知恩不报 反来为仇 前来行刺 以怨报德 今天山人 今天山人警告你 如果你依然为非作歹 山人绝不容你 海川可听见了 海川心说难道护国寺 救我同龄一条性命 用气吹声 让我抛月亮剑的 就是这位老仙长吗 同龄刚要说话 就瞧这位老爷子 用点谢绝照着杜清风的后背 把杜清风打出一溜过去 我给他说 杜清风一个鲤鱼大群起来了 他再一看 这位老仙长拔腰上的西房没了 就在这时候 余城几个人也然到了 同龄高声含嚷 老仙长请您留步 不良府 山哉山哉 再会再会 就在这时候老仙长走了 西方下余城这哥几个也就到了 嘿 大家伙心说这是哪儿的侠客爷呀 这个侠客爷到底是谁 下回再说 下回来